我們今天主要是講養殖科學大探究 其實這個題目很明顯就是我們會去講講養殖的時候 可能我們養動物 養小動物 或者養魚 我們會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裡面有什麼科學的原理 知識我們需要去注意 我們講一下我們今天會講什麼 我們今天會講兩部份 我們同學看到畫面上有一個拆解了的機械魚缸 我也相信同學在手上也有這個 同學可以一邊砌 一邊聽我說 或者你們可以聽完我講之後再砌也沒問題 首先我們會去解釋一下機械魚缸 其實裡面那條魚怎麼可以游水 因為那條魚不是真的魚 它怎麼可以游水呢 然後我們也會講一些額外的科學知識 譬如說我們今天會講什麼 魚和食物究竟是怎樣可以一起生存在一個水環境裡 我們看看影片 我們這個就是機械魚缸砌好之後 我們打開開關的話 那條魚就會不停地上下上下地動 會在這裡游水 是不是 我們看看 好了 那我們 為什麼機械魚 這條魚 明明不是一條真的魚 那為什麼可以游水呢 有沒有同學想顧一下 不要緊 好 是不是有一個很神秘的力量呢 是不是有人舉手啊 不是啊 好 沒關係 好 這樣 那我們看一看了 給一些堂天使同學去看一看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機械魚缸 綠色那部份 其實它裡面有的東西 那就是電路 那你見到有電池有開關 有鑑轉馬達 那這裡就是一部份了 我們呢 看一看第二部份了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把機械魚 放下去這個指南針的時候 這樣呢 當我們魚尾對著指南針的時候 你們會見到 就是指南針的南極 就會對著了這個魚的尾巴 然後我們當魚頭 放向指南針的時候 你們會見到 那個指南針 就會由筆極到對著它 好了 那我們開關了 這樣其實有兩至三 有三至兩 令到 魚缸裡面的馬達 即是現在你畫面見到的一個 當我們打開它的時候 這個馬達就會因爲 條橡筋和這兩個圓盤的關係 它就會帶動到 這一塊中間的磁石 會跟著一起轉動的 就是看見到呢 好了 而磁石它不停地轉動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叫做磁力的東西 這個磁力就是 而機械魚本身裡面 其實也會有一塊磁石在裡面 因為剛才我們這塊石 這塊相片裡面 其實就告訴它 機械魚裡面那塊磁石 因為有一塊磁石 放下去指南針的時候 就會影響了 南極針和北極針 它會對魚的魚尾和魚頭 而指向相對應的方向 所以這個磁石所產生的力量 我們就叫做磁力 然後因為這個馬達 令磁石不停地轉動的時候 其實這個裡面有一個叫磁場的東西 這個磁場就會不停地由南極轉成北極 不停地轉換 機械魚我們也知道 磁石兩塊磁石 同性就會相距 異性就會相距 同極相距 相反的極就會相距 我們正正利用了這個原理 令到機械魚不停地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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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它產生類似柔泳的效果 其實同學也可以做一些小實驗 比如說你們砌後 你們可以放一塊磁石 打開了這個開關之後 你們就可以放一塊磁石進去水裡 這樣你就會看到磁石會怎樣呢 它不停地翻滾 又或者你們可以放 如果你家裡有指南針 你也可以放上去上面看一看 即是你去移動不同位置 它轉動的時候 這個馬達轉動的時候 你放一個指南針在上面的話 你會看到南極針和北極針會不停地在改變 好了 剛才說了 馬達磁石轉動 然後會令到它不停地游泳 第二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浮力 這樣的話 因為單純地我們就是靠磁力的話 令到它游泳是不足夠的 因為如果單純磁石的話 它在同一個極的時候 就會有可能將它吸進去下面 令到魚不能游泳 所以為了令到魚不下層的時候 在水裡會產生一個叫浮力的東西 這樣阿基美德 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是一個很出名的科學家 這個畫面跟數學家 他就看到東西浮起來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想找出 究竟有什麼因素 令到一些東西 令到一些物品 在水面的時候 不會沉下去 而會浮起來 他就找到一條公式 數學的計數方式 他就把物件 即是我們把杯裡有的水 我們去排除 排除之後 剩下的就是一些叫浮力的東西 這樣的話 我們物件排開的水量 就是它受到的浮力 機械魚浸在水裡 就一定會受到浮力的影響 這樣我們有幅圖可以看看 這樣我們有四個箭咀 下面兩個黃色箭咀 一個就是代表磁射的吸力 一個是代表重量 上面兩個綠色的箭咀 一個是代表水面張力 一個是代表浮力 那水面張力是什麼呢 我們稍後再講 這樣其實浮力跟水面張力 都一樣在托著這個機械魚 令到它不會掉下去 這樣我們先講一下磁吸力 這樣機械磁吸力 其實磁力它單純地 它不是單純地 令到魚只是上下動動 其實它有另一部分的力 就是它會令到機械魚 會向前走 這樣的話 透過這兩道力的時候 磁吸力透過這兩道力 就可以令到機械魚做到上下浮沉 還有向前這個動作 然後水面張力和浮力 它們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用來托托著機械魚 這樣機械魚不會因為磁力 和它本身的重量的關係 令到機械魚沉到下面 它不會懂得上來 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在裝的時候 可能就要注意了 因為浮力和水面張力的強弱 其實是根據著你們的水量 多與少而影響的 如果你們魚乾入面的水 不夠的時候 機械魚就會因為兩塊磁石之間 的距離越來越近 當它們近了的時候 它們的磁吸力 代表著磁吸力的箭咀 其實它會大了 而且磁吸力的箭咀 會大了 大了的時候 機械魚所受到的磁吸力 就會越來越強 當它越強的時候 而你水所提供的浮力 和表面張力 不足夠抗衡這個磁力的時候 魚就會沉到水裡 沉到魚乾底 它就不會去游泳 同學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如果你們那盒零件裡 其實會有一些 可能是 河熱 或者是 或者是 一些海龜 其實這些 它們裡面是沒有磁石的 當你放入水的時候 就會好像現在看到的 這樣 它就會懂得浮在水面 然後呢 我們現在放在這裡 看看 兩條魚 可以嗎 為什麼不行 因為有兩條魚 其實會影響了它們的磁力 我們先放在這裡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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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現在微微地 有左右感的移動在這裡 就是在說 我們就是這樣 同學可以去研究觀察一下 可以看到我剛才所說的一些特色在裡面 好了 那我們去講一講一下 我們講完這個機械魚乾的運作原理之後 我們說明養殖科學 對吧 那我們養殖有什麼科學在裡面 我們需要探究呢 那我們其實的話 我們在講養魚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注意 其中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 就是魚所居住的環境裡面的水質 所謂水質就是水的質量 如果魚它們有一個很乾淨的環境 才可以生存到 那如果太骯髒 溫度太熱或者太冷 或者水裡面的含氧量不正確 或者一些含氧量太少的水 其實都不適合魚生存 那什麼是含氧量 什麼是含氧量 這些我去到後面再跟大家慢慢解釋 那好了 先講了太骯髒 那魚始終是生物來的 那魚它生存在水裡面的時候 它必然就是會大電 它會排泄 那這些排泄物它會溶解在水裡面 那這些溶解在水裡面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長時間去清理的話 那些水就會越來越骯髒 越來越骯髒 那太骯髒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它會因為有太多的大電 裡面的微生物可能會 或者細菌 它們會產生一些作用之後 就會影響了魚的生存環境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你是那個魚 你住在一個周圍都是大電的地方 你會不會病 當然會病 那所以我們去養魚的時候 我們需要定期清理魚乾 我們需要定期換水 令到水可以變回乾淨的時候 那就可以營造到魚適合生存的水質 那另外我們剛才說過 溫度其實都會影響到魚的生存 那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種魚都有它適應了 它自己獨特定的溫度 那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我們平常常聽到的三文魚 或者金槍魚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我們住在一些比較寒冷水域的地方 三文魚我們有什麼地方是生產的 譬如說挪威 或者日本 冬天的時候都是一些 水域比較冷的地方 那所以他們就需要去 如果我們養殖這一類型的魚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些 一些較低水溫的水質 令到它可以生存 那譬如我們香港常見的 譬如說我們孔雀魚 或者金魚這些 其實它們是屬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魚 來的 即是它們比較接近在地球正中間的水域 好像見到這幅圖這樣 那這樣的話 中間紅色這一道 其實就是屬於地球我們叫做赤道的位置 正中間 那尺度呢 因為常年就會受到太陽光的照射的關係的話 其實它的溫度會相對高一些 即是它們不論我們居住的環境也好 或者我們海洋也好 水溫也會相對比較高一些 那麼如果同學有機會養這些孔雀魚 或者是金魚這些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我們的水溫也需要稍微高一些 但是又不要太高 太高就煮熟了它 那你就養不到這條魚 OK 好了 剛剛說過 還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含鹽量 含鹽量 含鹽量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水裡它所含有鹽的份量 因為我們魚一般來說 就會居住在三種不同的水質裡面 如果它是來自於海洋的 譬如說蝴蝶魚、雀鳥、東星斑這一類 我們就需要用鹹水去養著它們 即是代表我們的水裡含鹽的份量 就要多一些 這樣的話 因為魚的身體結構 其實都會因為它那個生活環境的含鹽量 而演化出來的 所以 是有同學舉手的 同學可以開始說一下 放下手了 是不是沒有東西問了 剛才那個同學仔 沒有東西問了 那我就繼續了 好了 所以 我們養這些東星斑 我們平時跟爸爸媽媽去酒樓吃飯 我們會經常聽到那些叫做東星斑 或者是什麼斑 老鼠斑 有什麼斑 不知道 這些的話 我們就需要一些比較鹹的水去養著它們 然後有一種是屬於淡水的 譬如說 鯉魚 泥秋 這些 這些 我們平時去吃的時候 裡面的骨 好多的 經常都吃到容易近魚骨 那些就是淡水魚 它們最主要是來自於河流、溪間、淡水湖 還有一種魚 它們叫做什麼 鹹淡水魚 鹹淡水魚的話 其實就是實際上它在生活中 在河流和海洋中間 這些我們叫河口的位置 這些的話 譬如說 現在你們畫面見到一隻深蝦虎魚 或者是尖頭唐禮 這些魚其實就會生活在鹹淡水的交界 那同學我們去買一條魚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買之前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 我們準備買那條魚的種類 它是屬於鹹淡水魚 還是鹹淡水魚 然後可以去找一找 我究竟需要 去調出一個怎樣的含綿量的水質在裡面 讓它可以生存到 好了 說漏了 但是我們去放鹹去水裡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鹹不可以放太多 如果放太多鹹的時候 就會令到所有生物 都生存不到在水裡 其中一個地方很出名 就是叫死海 眼前你們現在看到這幅圖就是死海 那就是那個說 我的人可以浮在上面 而完全沉不到的地方 就是叫死海 在歐洲 我忘記在哪一個地方 同學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 研究一下 好了 剛才說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含氧量 含氧量的話 我多說一點 含氧量 就是水裡的氧氣分量的多 如果同學有去養魚的時候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家裡的魚乾 其實會有一支管 不停地發出一些泡泡 這些泡泡 其實就是一些氧氣 在打進去 因為如果水裡的氧氣 不足夠的時候 其實跟死海一樣的道理 會令到生物 沒有足夠的氧氣去生存 所以為了令到他們 有足夠的氧氣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支 叫做氧氣管的東西 會浸到水裡 然後就可以產生 打到氧氣下去 令到水生生物 他們有足夠的氧氣 可以生存 好了 我們說一個小知識 我相信同學 或多或少都有聽過 一個叫做魚賽共生的玩法 魚賽共生 其實就是說什麼 其實它就是說 水裡的生態 一些不同類型的循環 現在你看到一幅圖 這幅圖裡面 其實就是說 我們這個水裡 其實會有三個角色 我們會有水 會有植物 會有一些水中生物 不一定是魚 可能是水中生物 我們先說植物 植物在這裡 其實它在扮演兩樣東西 第一 植物就會為水中生物 產生一些氧氣出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植物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會產生氧氣 和吸收二氧化碳 而生物生存的話 它需要的是氧氣 所以植物就會為水中生物 產生氧氣 和它會吸收魚 或者水中生物 所呼出的二氧化碳 同一時間 植物都會成為魚的食物 可能這些小魚 它們就會以水中植物 作為生存的食物 而去吃它們 小魚同一時間 都會成為大魚的食物 植物如何生產氧氣 其實就是說植物 它們有兩種狀態 可以生產氧氣 第一種就是 我們經常看到 可能是河熱 或者是浮出來水面的植物 這些水生植物 表面通常都會有一個 叫氣孔的東西 這個氣孔 它就是負責吸收 在大氣裡面 即是在水外面 吸收一些二氧化碳出來 那二氧化碳 只要環境裡面 有足夠的光的時候 氧氣就可以 經過植物的光合作用 那些光合作用 大家都有聽過 光合作用 就會經過氣孔 然後它們所產生的氧氣 就會釋放回大氣 或者釋放回水裡面 就會令到水中生物 有足夠的氧氣可以生存 然後呢 那水中生物 除了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植物之外 那其實的話 水中生物 它們死了之後的殘骸 或者牠們的排泄物 其實它們會分解成一個 叫做氧的物體 氧的一個化學物質 那氧這個化學物質的話 它就會被水裡面的細菌 轉化成一個叫做硝酸鹽的東西 那硝酸鹽的話 其實就會是其中一種 令到可以調節到水裡面的 含鹽量的其中一種東西 那同一時間的話 硝酸鹽的話 牠都會是留一些水中植物的 牠們生存所需要的養分來的 那然後呢 那水牠在做什麼角色 除了提供生存環境之外 那水的話 其實牠有很多種形態的 有河流 有瀑布 或者有可能是下雨 那這些形態 其實就是水裡另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角色 就是牠會負責透過瀑布 或者下雨 河流 這些形式 牠會將一些氧氣 更加有效地打入水裡面 如果大家去看瀑布的話 有機會看到瀑布 你會留意到瀑布打入水面的時候 會有很多泡泡在這裡 產生出來 那這些泡泡 其實就是氧氣來的 那所以的話 水呢 它除了提供這個生存環境之外 其實呢 同一時間 都會提供這個氧氣 去帶動一些氧氣進去給牠們 那樣的話 剛才說過 那個魚缸裡面的 那支氧氣棍呢 其實就是同樣的道理 在裡面 那植物呢 說多一點 其實有一個 你見到一個叫滲透作用 那樣呢 其實就是一些 我完全浸在水裡面的 對不起 完全浸在水裡面的一些植物 那牠們怎樣去產生氧氣 那牠們就是透過這個叫滲透作用 那樣的話 其實牠們最主要的滲透作用 牠們就是會吸收一些 那些水融在水裡面的二氧化碳 那有二氧化碳的時候呢 再透過一些光合作用呢 那牠們都能夠產生到氧氣去提供給水中生物的 OK 好了 那這樣呢 我們呢 去講一講一下 要去砌東西的時候呢 牠們有些的注意事項 看不到片 不要緊要 這樣的話呢 看不到片是 撈不到片 不要緊要啦 那我們可以講一下 其實呢 其實呢 有幾樣 我們有個二維碼 其實放了在你們那本書 你們那本書的第一版 這個位置有一個二維碼的 那同學呢 你們那個說明書上面呢 你們那個說明書上面呢 我已經有同學子舉了出來啦 沒錯啦 我們的說明書上面呢 其實都會有一個QR Code的 那如果同學子呢 你們不太看得明白這個說明書的內容的時候的話呢 或者有些位你們不太懂得如何處理的時候呢 那其實呢 我們呢 可以去看回這個的片段去幫助你們啦 那好啦 我們呢 有些什麼難砌的位置呢 那其實呢 我們砌的時候呢 其實呢 最主要的難題呢 就是我們去砌這個馬達和圓盤的時候啦 那這樣呢 我們呢 如果同學子家裡有工具呢 可以找工具幫幫忙 找一些鉗仔幫自己呢 可以先去夾住了這一條 這一類型的電線先的 那樣呢 我們去安裝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呢 那 如果沒有呢 那如果同學子沒有工具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那這樣呢 我們呢 我拆一拆解出來給大家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去安裝這個的時候呢 那我們呢 首先呢 我們會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呢 就會是 就是這樣啦 我的東西還沒裝進去 我的池石就已經給我馬達 因為馬達有鐵的嘛 會吸住了 這樣呢 我們呢 要轉移呢 就是呢 這裡也有卡槽 我們要確定它一定是放在卡槽裡面 但是呢 我們呢 首先會放了這個大圓盤先的 這樣呢 我們大圓盤呢 我們會把這兩條橡筋呢 我們會放了下去 大那條橡筋 有一條大一條小的橡筋 我們大那條橡筋呢 我們要先放了下去大圓盤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放了小的那條 我們要先放進去 其實呢 這個時候我們不套進去 即是不卡在卡槽裡面 是不要緊的 我們最主要要確保這兩條橡筋呢 它們是能夠進去這個大圓盤的位置 我們等它全部進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放回卡槽裡面 都可以的 好了 那我們呢 現在看到了 兩條橡筋都放了進去 那我們呢 就先放了這個鎖 我們要確保這個圓盤呢 它不會彈出來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呢 可以先 把這條橡筋放進去 我們呢 再放進去 同樣地呢 我們都要先鎖住它 幫助我們自己 幫助我們自己 好了 那我們呢 可以開始處理了 我們首先先處理 小的那條橡筋 先 因為小的那條橡筋呢 相對比較難少少少 處理啊 那我們呢 可以先把那條橡筋 我先把那條橡筋放進去 先把那條橡筋放進去 OK 當然啦 我們都要小心 不要 不要真的扯得太大力 因為扯得太大力 其實它會掉出來的 我們呢 先把它卡回到那個小的那裡 然後呢 我們可以先卡住了上面 那我們用隻手指 我們按住 方便我們自己 慢慢地 我們就去 繞下去下面那一部份 另一隻手 拿 拿 好 那我們呢 就可以安裝好了 一條小橡筋的位置啦 你看到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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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OK 好了 那我們再去處理最後大橡筋啦 大橡筋都很容易解決的 即是 那我們大橡筋呢 按一按它 然後放回在摩打上面那個輪子那裡 這樣呢 我們呢 就可以輕鬆地 就把那個磁石那個盤 我們就可以安裝到上去啦 好啦 我們下一步呢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那我們安裝好了 我們安裝好了 我們安裝好這個時候的時候呢 我們安裝好了 我們安裝了原盤、磁石馬達、電池盒 根據說明書的電池盒開關和彈弓夾 我們需要注意安裝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要留意到裡面有一個卡槽 綠色原盤這個位置有一個卡槽 這個卡槽其實是用來讓我們放著這個電線 我們把這個卡槽吸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確保一定要對位 我們有白色釘要先對好位置 然後我們把電線大約的位置 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 我們需要留意一下我們打開的時候 有LED燈會不會亮 然後要留意一下 裡面這個圓盤會不會轉動 如果不會轉動的時候 通常會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裝上去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磁石那個圓盤 它脫了出來 這樣我們需要把它放進去 它就會繼續轉動 然後我們再小心點吸回去 然後你會聽到有聲音 就是代表這個圓盤都能夠正常運作 然後你們就可以再放這個魚肝下去 這樣就可以看看魚肝會不會懂得游泳 那很多同學需要注意幾樣東西 首先你們的水位不可以太多 如果你們水太多的時候 在魚肝已吃下去 會令魚肝太 многces 它會不會懂得動 以下方的池室轉動無法轉動 那我們需要注意過 然後呢 然後還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 如果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例如魚不會動 或者LE燈不會穿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步驟去檢查一下 排除一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檢查一下 例如金屬線 彈弓夾會否連接彈弓夾 就像你看到的這些 會否連接彈弓夾 然後我們去檢查一下 電池的正極和負極是否正確 你看到電池有分正和負極 像現在看到黑色位置有加號 正極 另一邊就是負極 正極其實我們要接駁在一個沒有彈弓的位置 當我們拍攝這兩個時候 發現它是不動的 會否電池不夠電 我們需要換一個新的電池 換完電池之後 如果還是不懂得動 我們就要打開這個底座 打開出來看看會否是橡筋圈鬆了 或者會不會是橡筋圈鬆了出來 如果呢 如果以上問題 通常透過以上步驟 我們就可以解決到我們這個 如果它不懂得動的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同學